2017經典賽預賽第一天甲球場最後一場比賽 有新北市的明緯對上高雄市的夏綠帝 攻守名單還沒送上來 今天一整天的直播如果有什麼閃失 請各位見諒第一次的嘗試一定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這場比賽由夏綠帝先攻明緯企業先手 主播已經有點累了 剛才4加4加9加3再怎麼算我都算出來是19分 不曉得怎麼算的怎麼一直認為4加4加6是10分 看了三遍然後唸了三遍還是在19分 看了一分多鐘一直認為4加4加3是10分 然後再加一個9是49分 夏綠帝的第一棒依然是孫哲偉 名為今天的先發投手是陳冠霖 希望明天會有人送奶茶跟雞排過來 夏綠帝這一場比賽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上一場他們以20比5輸給亨打 淨得分是-15 如果這一場再輸了很多分可能面臨淘汰的邊緣 這一個是二壘方向的安打 孫哲偉攻上上一壘 第二棒輪到台中自由 孫哲誠 台中永遠的台中自由 孫哲偉 四外球保送 四外球保送 上場打擊的是永遠的左外一手黃正偉 一個外角的壞球 四外球 灌營今早的準度有點失控 沒有人出局,一二壘有人 黃正偉的打擊 這個當然好球 良好傷害 射外球保送 一開局就造成了滿壘 各位走出來了 上去跟冠嶺聊聊心事 這場比賽,下一地的第四棒 小禮,李淵俊 今天這場比賽他擔任的是捕手 沒有人出局滿壘 冠臨這顆內角球 壞球 1號球兩壞 跑到中間去了 遊戲手接到先傳二壘,再傳一壘 Safe 1個出局數換1分 1出局1三壘 第五棒背號16號五輪圓 看來今天他的打擊會非常的輕鬆 聽說昨天外快有至少五張近張 關聯的準心還需要再調整 三壘手直接接到傳箱 一壘Safe 小禮即時回去了壘爆 造成了兩出局 兩人出局 輪到今天的自由手 黃土豆 黃土豆 黃為人 走外方向 看來是飛不出去了 解殺出局 結束了壘局上半 夏立地的進攻 1比0 這場下立地的先發投手是今年的看板人赴阿凡達 期待他有很好的表現 看板人赴阿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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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局下半明緯的進攻 第一棒 左外野手 李正榮 背號12號 克天前的壞球 李正榮 個天前的壞球 這一球很高 潛了大概三顆 量好三塊 下午的比賽 對投手是煎熬 那個風都亂吹 四外球保送 明瑋的第二棒 外野手黃政憲 黃政憲 黃政憲被土豆揭殺出局 一出局 今天夏立帝 正守中右外野的是 背號13號的王威仁 王土豆 一出局 第三棒輪到蔡宜良的打擊 中間方向的平飛安打 一壘上的黃政榮 快馬加鞭的來到了三壘 蹭船蹭船啊 蹭船啊 蔡宜良蹭船上二壘 一出局二三六人 明瑋開始反攻 一出局 明瑋的第四棒 旁邊一直喊著把臂加油 大潘 韓俊成 明瑋今場這場比賽的捕手 天前 二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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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有機會 好,球一顆 一出局 二賽勒 一個內角 手來球保送 保送的大潘 潘進成 接下來打擊的是 明瑋的第五棒 古泰林 一個右半邊 攻擊力 幾乎接近死的打者 要注意右半邊的攻擊 今天拉上去了 拉到左外野 孔正偉跑了幾步 接到船回本壘 趴起 快了半步 明瑋攻下了 第一分 兩出局 雷上的也趁船上下了二三壘 因為 最成的平手 我們認為這顆長船非常有水準 不偏不移地進了捕手的手套 因為這一次的經典賽是沒有四米半線 所以必須用猝殺的方式 又是一個走外野方向 直接接殺出局 三出局 結束了一局下半明瑋的進攻 留下了二三壘的參壘 目前比數1比1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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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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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